不要让我们辛苦去争取来个观光客 没有车票而来取消我们的房间 客人都跑光了 因为你们永远搞不清楚观光客跟一般的民众 区别到底在哪里 地震重创花莲观光 趁着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到花莲 主持正后重建专案会议时 业者当面成情 郑文灿喊话 政院推出15.84亿元观光补助值给花莲 6月1号启动 下午则是马不停蹄 出席重建说明会和受灾户面对面 华莲地震导致当地房屋多处倒塌 灾民无家可归 各社区毁损情形又不尽相同 重建方式五花八门 加上余政不断 让灾民无所适从 郑文灿在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 和组织部主任张志豪陪同夏 向灾民一一说明 国土署将到每个受灾民众知道应有权利以及重建方案 他也要求不管中央地方都要提列单一窗口 务必与灾民为最优先考虑 喊话政府和花莲人站在一起 民事新闻赵永博花莲报道